主要是因為我們TCPP局長是一直受到網友的喜歡 那成長到現在也已經有百萬人來點贊 那麼在就是說這一年裡面我們受到很多網友的鼓勵跟肯定 所以說就是辦這樣子的活動來回饋我們的粉絲 那麼傳統的紀念品公家部分的紀念品都比較自視比較不活潑 那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就是設計了一個比較新的形象 那用的比較類似運動風或是電技風的圖騰 然後做比較流行的服飾像是這個連帽上衣還有一頂這個帽子 要來送給大家這樣子 那目前在網路上面已經獲得超過兩千多位網友的留言 大家都會想要來抽這個紀念品 那準備幾塊衣服? 目前我們是準備五十五個名額 總共是五個頭獎 頭獎就是衣服跟帽子這樣子一個組合 然後有十五個是二獎 就是純粹只有帽涕 那最後三十五個是我們的帽子 那因為現在反應非常的熱烈 很多人也都來詢問齁 所以說未來有可能我們這邊可能再爭取一下 就是幫大家加碼增加名額增加大家的抽獎機率這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